oping 好 我們現在今天用的是 南谷 腊肉 那它的香氣來源會在什麼 邊鋼的南谷腊肉跟蝦米跟花菇 南瓜跟油脂炒的時候 南瓜的那個顏色會變得比較漂亮 它變成蛋黃 對 看是讓它的味道融合 蝦米水和香菇水 對 喔 讚 我現在沒有放很多的水 你還是關著小火要慢慢的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分享的南谷臘肉高麗菜糯米飯 好 我們現在今天用的是 南谷臘肉 那以臘肉來說的話 它其實就是讓它的味道呈現出來 然後有點香氣 所以我們現在會先處理一些 我們待會要放進去的東西 貝貝南瓜 好 把裡面的 瓜狼 對 把它挑出來 刮在一塊好了 這樣就夠 四分之三顆貝貝南瓜 把它擦成這種南瓜條 南瓜絲 它一會兒是會 煨到飯裡嗎 還是 對 這個 南瓜像我們在吃那個 金瓜米粉 也是用南瓜 對 它會非常非常好吃 南瓜裡面也有非常豐富的 Beta胡蘿蔔素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替代平時沒有辦法吃到的胡蘿蔔 對 但也不能過量啊 為什麼 會黃 皮膚會黃 因為我 你也就黃一陣子 我姊姊的小孩 他幫他準備了這個很多的南瓜 因為他覺得裡面的Beta胡蘿蔔是很棒 所以他那個小孩一陣子之後呢 整個皮膚就變黃 醫生想說 他吃太多了 吃太多胡蘿蔔和南瓜 然後我姊姊就想說 可是這個東西對身體很好啊 對啊 據說是對眼睛很好 對 然後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 再好也不能吃多 不是 他說什麼 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 對 我姊姊整個傻眼 這邊呢 我們把它盡量 切薄 還是怎樣 切 還是切薄啦 但是還是要有口感 像這樣子的糯米飯 有點像油飯 對 那因為 或者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武漢的豆皮 那你這麼說我就理解了 但是就是說 它的技法上是有一點像 可是它用的食材的組合上是大有無同 對對對 那你只要把這個邏輯透了之後 最主要是你看我們現在 我們這邊不是真的一鍋的糯米 對 它是沒有味道的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樣讓它的味道呈現出來 重點就是在我們現在 所放進去的料 這些東西 它就會讓它的味道出來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們今天弄的花菇 這個花菇的水就不要丟 而且你看 我們這還有泡蝦米 這個水也放進來 哇 對 光是這兩個 再加上你想想看 有南谷辣肉的甜味 再加上南瓜的甜味 高麗菜的甜味 這不知道它會不好吃嗎 可以說 說它是一個簡易版的冬菇瑤柱腸水 那它的甜味來源都會是在哪邊 都會是在 南谷辣肉 南瓜跟香菇水 那它的香氣來源會在什麼 煸過了南谷辣肉跟蝦米跟花菇 這幾個是它的香味來源 那這幾個的香味來源變得越香 你就越好吃 像有一些粽子它也是鹹味的嘛 那我們今天這些組合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包到粽子裡 做個鹹味的粽子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對啊 那記住 我每次要去炒這些東西的時候 把裡面的水 一定要炒掉 沒有要擠掉 沒有擠掉炒不香 好 現在備的差不多了 來 切一些高麗菜 高麗菜也是甜味的來源 對 特別是高山的高麗菜 就更加的甜 我覺得有時候買到好的高麗菜 都不用給鹽也不用給糖 什麼都不用給 就直接用開水煮 太寡了吧 沒有沒有 我們家經常這麼吃 就拿水煮一下 都覺得很好吃 對啦 可是我還是會 比如說我切細絲 然後很快地把它炒一炒 我還是覺得這樣子 對我來說我會比較喜歡 但每個地方不同 真的 就我也認識朋友 他們家全家 吃什麼都水煮 那不行 我們是高麗菜可以 好的高麗菜是可以水煮 它都水煮 然後水煮之後要 每次要我去他們家吃飯 我就盡可能 找了很多藉口說 我最近比較忙啊 我幹嘛 那這邊一樣 我們先把這個 腊肉 南谷腊肉放進來 然後把香菇也放進 其實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說營養啊 還有衛生啊 還有它就是 會不會對身體 有害啊 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夠幫我們避免一些疾病 當然 會 對吧 因為別人家都說 禍從口入 禍從口出 對 但是禍也出 禍從口入 都一樣了 差很多啊 怎麼 對 怎麼都一樣 你也太 你也太隨性了吧 反正我覺得吃好一點很重要 當然 就是首先食材要 就是做飯之前要洗手 對 然後要吃有營養 對 那這邊有花一點時間 小火稍微讓它變 一段時間沒吃到會欠的 會覺得 會欠的 對 可能屬兔子 好香 南谷辣肉的油脂 煸一點出來 那現在目前我都沒有加油 我就是讓它有點乾炒 因為南谷辣本身有些油脂 那也是藉由這個乾煸的 可以讓什麼 讓這個花菇也好 或是讓這個 這個蝦米 它的香氣會更 好 它現在可以煸到什麼 煸到那個小蝦米 煸得有點脆脆的 因為我待會兒再放湯下去 煨 它就又不一樣了 已經聽到那個小蝦米在鍋子裡面了 到處亂跑 那個舊舊的聲音 沒有沒有 那是花菇的聲音 可能是花菇在 它出水 它是水跟高熱 對 就這個聲音 對對對 水跟高熱 對 對 它小蝦米 還在活回來是不是 香菇吧 給點油 這個時候你可以聞到香氣 都有了 來 油倒進來 好 然後來點芝麻油 來 再來 好 然後我們就把南瓜就可以放進來 南瓜跟油脂炒的時候 南瓜的那個顏色會變得比較漂亮 嗯 它變成淡黃色 鹹淡黃色 可這邊一樣花一點時間 把南瓜炒香 好 那接下來就把水放進來微 看是讓它的味道融合 蝦米水和香菇水 對 那這邊我會稍微滾一下 滾這個原因是要把南谷腊肉的味道滾出來 好 那因為南谷腊肉它本身比較硬 在滾的過程當中它也比較偏軟 話說 我們今天煮的是糯米飯對不對 對 那你喜歡吃什麼樣的糯米飯 我喜歡吃什麼 對 你吃糯米嗎 吃糯米啊 我吃糯米啊 當然吃糯米 你喜歡吃糯米 喜歡啊 糯米嘗了前兩天吃了我都覺得很好吃啊 那你現在這邊味道都滾出來了 吃一下味道 這個時候來調鹹蛋 因為你飯一進去之後就來不及調鹹蛋 這有一點 有一點飯融不融了 現在南瓜已經 喔 對不對 那還不夠鹹呢 鹽巴給我 是因為飯沒有鹽所以還不夠鹹是嗎 對 然後我們還要放高麗菜 對 所以我們可以再收一點 因為高麗菜會出一點水 這邊味道可以讓它味道重一點 好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來高麗菜放進 要不要加一點水 要 好好好 高麗菜煮壞 你也是個愛吃菜的人 所以放很多菜你就很開心了 對 來幫我切香菜 好 我挺喜歡吃南瓜的 現在變南瓜可以對不對 就是沒有 南瓜我真的很喜歡吃 你知道有那個 有的時候你去一些館子去點 有一道主食菜叫五谷烹燈嘛 裡面會有什麼蒸山藥啊 蒸南瓜啊 蒸芋頭啊 是 一定會先拿起南瓜和芋頭 地瓜你也愛吃的啊 地瓜我也喜歡吃 地瓜其實是我覺得還好 但是南瓜跟地瓜比的話 我可能更喜歡吃南瓜一點 是喔 因為我覺得地瓜容易吃膩 南瓜很多 地瓜比較常吃到啊 不管是街邊小販推著這個大鐵籠子賣的 還是說你在便利店烤地瓜都很常見 可是蒸南瓜烤南瓜 他一般都是在館子 或者自己家裡專門才會去做到 所以他可以 你碰到他的頻率比較少 所以格外要珍惜吃到他的機會 是喔 我們覺得南瓜其實蠻強勢的 喔 讚 哇 高麗菜的甜味被煮進去了 哇 欸他是這樣子的啊 現在要讓這些糯米全部把它吸進來 啊我喜歡 這個時候就是要把每一份 每一個米粒都要跟這些結合在一起 這很適合就是到夜市裡去 拿一個大蒸籠把它附在上面 倒的時候把它咬出來 然後這個比較討厭就是 如果說你現在這個地方沒把它拌勻 嗯 那一會兒會駝 不是駝 吃到的人會覺得那怎麼沒有味道 我現在沒有放很多的水 你還是關著小火這樣慢慢的 對 因為你太多水 你的飯太濕了 看到這個彷彿到了台灣夜市啊 真的喔 嗯 看人家應該不會放天白花朵 有啦你夜市跟他定住 我改天要請吃飯 你可以幫我弄一下 天白花 可以這樣嗎 他有的月一幫你做他就會幫你做 那一般的話像這樣子的話 他會在花時間稍微再蒸一下 因為再蒸一下 他那個飯更容易讓味道進去 那我們去拿一個碗 我們自己吃飯下去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南谷臘肉高麗菜糯米飯 我來試試看 這個不知道 還以為我們放了個咖哩幾句 嗯 因為它是成一種咖哩色 哇 你有吃南谷臘肉嗎 我吃到南谷臘肉 還吃到它的脆果 香哦 嗯很香 而且你一口當然能吃到很多不同的味道 而且南谷臘肉好像為它增添了一點那種 酒香氣 那種煤香味 嗯 就感覺這個飯好像不是從上台生起來的 是從那種柴火的那種老房裡做出來的那種改 這個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邊 很多時候啊 就是美麗的誤會 造成美食 所以如果是你在家裡面 你想要做一個有柴火味道 就把它蒸乾一點 大概不要用好的鍋子喔 鍋子會壞掉 那這樣的時候 有時候忘記 它會有一點像煙燻感的話 它會做一個柴火味 現在用鐵鍋 現在用鐵芙蓉這樣不行 好香喔 做一個柴火味就是這樣 糯米的用法很多啦 包括有糯米酒啦 對不對 好像早期的時候 聽說那個古城牆還用糯米下去黏啊 對不對 做醬子 這樣後來已經到了 比如說農耕的時候 大家因為要補腹嘛 對不對 要讓自己保存會吃著糯米 現在可能大家吃糯米 就越來越少 對不對 那但是糯米本身它的特性 比如它的飽足感 它的那個糯糯的口感 因為它才有黏性的 包括糯米的香氣跟甜度 是很迷人的 所以說有時間 買個糯米來試試看 做一些不同的那個料理啊 你不會失望的 這個好吃吧 好吃 這個南谷老天生 一直知道脆乎好舒服 好 我們今天用這個鳳梨 就水果入菜 我們來做乾燒鳳梨蝦球 再切鳳梨 我們不講切鳳梨 那講 殺鳳梨 殺鳳梨 那師傅來殺一個鳳梨 我們來點蛋白 然後一點點糖 這個蝦球是我們現在沾的 這是紅薯粉 好這邊我們先來 殺一下 然後再給我另外一個 好這個是我們今天做的 乾燒鳳梨蝦球 試試看 好我們今天用這個鳳梨 就水果入菜 我們來做乾燒鳳梨蝦球 那首先呢 先來處理鳳梨的部分 好 那它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但是在閩南話 就對台灣來說 我們比如說 在切鳳梨 我們不講切鳳梨 那講 殺鳳梨 殺鳳梨 那師傅來殺一個鳳梨 我每次去水果攤 老闆 削鳳梨就覺得 他的手速神快 他拽著削削削 一下就削完了 會殺鳳梨的人真的很厲害 我曾經去出外景 然後那個人叫我殺鳳梨 我說我不太會殺 然後我就像這樣子 然後他說 你還滿 你還滿什麼意思的 就是你很弱 我說你每天在殺鳳梨 我根本很少在殺鳳梨的人 我怎麼可能會贏得了你 他們好像有專門那種 鳳梨的那種刀 四方形的 也都有啦 什麼都可以 但是用片刀比較多 對啊 這個皮啊 洗乾淨的時候 你平常可以把它煮成鳳梨汁 皮 用那個皮煮啊 加點糖煮一煮鳳梨汁 台灣現在因為農產改良 把鳳梨改得很好 我小時候吃鳳梨 那鳳梨還有咬舌頭 因為吃個兩隻 麻麻色色 就痛 對啊 小時候可能 大家的那個小孩子的 那個嘴唇也比較薄吧 對啊好痛喔 是因為它有什麼鳳梨 有什麼霉 鳳梨酵素 對鳳梨霉 但是這個霉其實對 人體還是比較不錯的 對啦 可是你承受不了啦 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小時候我雖然 大人都說要吃鳳梨吃鳳梨 但是我其實可以的話 我就盡量不要吃 其實到現在還是這樣 對啊 那但現在的鳳梨不一樣 現在鳳梨甜 然後也不咬舌頭 那種鳳梨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叫什麼叫做 叫做 鳳梨 鳳梨是什麼意思嗎 鳳梨就是鳳梨 那鳳是種的意思嗎 鳳不是 鳳就是用一個東西把它 應該怎麼講 它的由來是什麼 早期大家有栽種的時候 在中南部有一個東西叫電石 它就是有點像碳酸石 它放在水裡面 它就會一直不斷的 鑽氣 對 它會鑽氣 那所以早期他們會把那個管子 放那個電石上面 在管子裡面 然後就會用那個香去點 就會砰 因為有時候一些土匪來 或者小偷來 當是禮炮是不是 不是 怎麼禮炮 就是到處大家 來了 我們要團結起來去抵抗外地 早期是這樣 那有時候用完了或幹嘛 他們就會隨地亂丟 丟了之後發現了 把這個東西這種石灰水 類似像電石水 撒在鳳梨上面之後 鳳梨變得很會長 而且長得很好 所以它就變成 有一種種法叫 是有那種煙火炮的那個東西 它就是用那個電石 碳酸石 它有一個 就是像桶子一樣 鋁桶 然後把它裡面裝水 然後把碳酸石放進去 酸緊 它是不是裡面就有壓力了 對 像汽水要往外沖 它就背著 拿一個管子 它就會拿那個 對著那個 葉子的 正中央 按一下 它那個水就會 就會進去 就會在上面 它就是拿那個碳酸石的水 去養鳳梨 不是養鳳梨 它是要讓鳳梨有危機意識 覺得它要死掉了 所以它就會長得特別快 所以其實食物 它也許也會有意識嗎 其實都是啊 大自然的生物 它會有一個很自然的一種 一種 應該是怎樣 保護自己 對 所以那個 這個碳酸來 這個技法 就在台灣就留下來 那早期我不知道 碳酸來是什麼 我是因為去出外景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你有聽過 碳米香嗎 碳米香是什麼東西 它就是米香 米香 有耶 就打米泡嘛 對 米泡 這麼難聽啊 就米香變成米泡嘛 就碰一聲嘛 變爆米花嘛 甜甜的 對 那個米南話叫 米香 對 然後那個 我知道 對不對 然後碰米香 我以為是一樣的 那以前小時候 你有去看過 看過人家去烘那個米泡 那你去烘米泡的時候 你在旁邊有什麼反應 我就會被嚇到 而且他又很期待 那他會 他要爆之前 他會先跟人家講嗎 他不會 那你這個菜沒有職業道德 因為他很大聲 對不對 他會這樣 他一直烤嘛 小時候我們是 我們在家裡面 然後聽到 他會拿那個奶粉罐頭 就這樣 他就喊 碰碰碰碰碰 這樣 幹嘛 他是要提醒大家 他就告訴大家 不是 告訴大家 我要來這邊 碰米香了 就爆米香了 對不對 然後我就會趕快打電話 給我媽 要訂 我說媽 我可以去碰米香嗎 然後我媽就說 然後他等一下 我說我講 他就好 那我就拿我們家的奶粉罐 裝好米 然後跑到樓下去 所以你們要自己帶 用自己的米啊 沒有 我們用米他幫我 爆這個米 你只收了加工費嗎 他收一個加工費 再來不是 他不是用我的米 他是用他的米 那為什麼他不用你的米 沒有啊 他也可以賺中間的架他 他的米變成是新米 他也可以拿去賣啊 那如果你不給他米 你只給他加工費 他會幫你碰 沒有沒有他不會 你沒有米給他不行啊 然後他就會怎麼樣 我說什麼叫職業道德 因為他就會 那我們小孩子不是一堆嗎 你家裡喜歡吃 我們家裡喜歡吃 所以我們就會帶米下去 他大概有五六個 大家在旁邊講 他就啊 然後他就開始 要爆的時候他會喊 要爆了喔 別跑 要爆了 要爆 對他就這樣 要爆了喔 然後我們幾個小孩子 他就要爆了 我們小孩子跟著喊 然後大家就這樣 砰這樣子 就很開心 所以我一直認為爆米香 跟爆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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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的記憶 一個小時候記憶 我說再來就是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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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不可能 幻听的时候 然后他就 也不知道隔了几天 也没什么 也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有一天 我姐说有有有 你看 你听一听 他现在就在叫 然后那个人是这样 他在卖咒 你才说 他就听成是骂傻 那只有一个外国人到 就是台北 吓死了他 应该会觉得灵异现场 很有趣啦 我觉得 这种沿街叫卖的东西 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没有了 但是那个时候 却是我们很好的回忆 有个小的那个 薛金文 小的就好了 所以这种回忆对来说 永远都是有趣 这属于童年 和年轻时代的记忆 对啊 你呢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米泡鸡 就 米泡鸡是我讲的 不是你讲的 不是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米泡 我也是啊 很喜欢吃米泡 我不知道为什么米泡这么好吃 而且拿米泡去泡水 你会 也可以啦 对 只是那时候没有人这样弄而已 对啊 我们来点蛋白 然后一点点糖 来点盐 因为现在好像就是商家 不太会叫卖 他们可能会用别的方式 比如说做广告 现在不会沿街叫卖 这件事情 因为一般都是说 以前都是沿街叫卖 现在没有这个 消费者然后打榜 什么这那的 对吧 引入一个第三方平台来帮你去做引荐 类似于这个 你看这个听起来就很没有感觉 这边放了酒 然后放了糖 放了盐 给一点香油 好 一点点 那这是要做什么呢 这要做虾球 一点点 这是真的一点点 好 多的话 就那个 香油味道会抢味 抢味 然后把这个虾子放进来 其实 过去是可以选择的 吃的这种零食零嘴 它是比较少的 小时候 你就会可能碰到一个你喜欢吃的 你就会一直把它 拥为神 以前的喜悦得来 很容易 现在的喜悦得来很难 光挑选就可以让你够费劲 因为太多了 琳琅满目 你都不知道吃哪个 比如说今天 我喜欢吃这个 这个什么零食 明天可能又出一个新的 我就追新的去 而且现在不是只有 今天明天 它一次出好几个 你就选不过来 对啊 你就不会珍惜了 所以这个没办法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小孩子 可能你说不洗衣服或干嘛 不洗衣服 不洗衣服 不珍惜 对 这个虾球是我们现在沾的 这是红薯粉 它这样 有了湿粉 在沾了干粉之后 它就有一个 比较脆口的感觉 只沾身上不沾尾 好 这边我们先来 炸虾子 这油温大概进锅要多少度呢 我大概是170左右进去 因为不是够的时候把火关掉 倒起成熟的时候 我们可以捞出来吗 全手 你现在在炸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 面衣的香味炸出来的 对 它的硬度 而且你一定要炸熟 它现在才会脆 是不是一会儿我们还要再进炒锅 给它喂一下什么 很快 然后再给我另外一个 而且凤梨有一个很特殊的特异功能 就是你只要一点新鲜的凤梨 你拿来腌肉 它很快就回软了 为什么 因为它酸吗 重其酵素 我在节目也有做过啊 对啊 你可能忘了 来 油 然后这个是姜煎进来 好 蒜 然后番茄价 我们这一道是干烧嘛 嗯 给我一点水 然后酱油 我要勾一点芡 所以你帮我准备一点芡 来 糖 一点点芡 一点点就好了 用态度了 好 来 凤梨 盘子 在台湾一般会用凤梨做什么料理呢 很多耶 苦瓜凤梨汁 苦瓜凤梨会 但是苦瓜凤梨是用腌凤梨 啊 腌凤梨 什么叫腌凤梨 就是凤梨下去腌过之后来用 啊 真假的 还有别的吗 用凤梨做的 还有凤梨酥吗 凤梨虾球啊 凤梨鸡啊 凤梨鸡汤啊 很多啊 凤梨在台湾其实蛮常被拿来运用的 因为是凤梨产地嘛 嗯 然后又是海港嘛 就是海岛啦 所以海鲜也很常被拿来用啊 葱还要吗 不用了 那我帮你把它收入 香耶 嗯 好 这个是 我们今天做的 哦 干烧凤梨虾球 试试看 来 你先试试看凤梨 我们是过了油 过过油之后的凤梨吗 脆口 对不对 嗯 甜酸甜酸的 好吃了 对 凤梨在 入菜的时候 呃 其实对我们做中餐来说的话 凤梨反而是好入菜 说实话 我其实不是那么的常用水果入菜 它就固定会有几个水果入菜 好比说苹果你会跟猪肉做结合 嗯 好比说凤梨你可以跟虾做叠了 那如果说是芒果就跟牛肉 芒果也跟虾也可以吗 我们之前有试过 但是它就是生的 它不是烹调过的 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可以藉由烹调 但是唯独就是速度要快 因为 呃 很多水果 它 它明显吃到这个凤梨 它没有我们直接吃了那么的酸甜 对 它没有那么酸 它反而甜度会拉高 因为加热之后酸会跑掉 哦 那当然你如果时间再久了 凤梨就不好吃了 那这样的凤梨吃起来就不会像 师傅之前说你吃凤梨垫嘴吧 哦 不是现在已经凤梨改良 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哦 对 所以凤梨对身体 它的膳食线位很好 没事 有事 吃凤梨都没事 好不好 试试看